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星期三的高位是68.4.5 即过不了 不像恒生指数、恒生指数、很多指数 这样串破新高 没有 这应该是啟示 今早又好像很高 看到68.3.5 高位是多少 68.4.5 这个68.3.5 还差1.5 过不了?又再下 这样的形势在高位反复横行 反复上升 我们在看星期三的低位 62.7.5 一圈可以跌很多 这个可以当作双顶 类似双顶 双顶都很类似 量度跌幅目标就是将什么? 就是68.4.5 减62.7.5 得出的答案在62.7.5 减回相同的幅图内 就是量度跌幅目标 主要技术分析指标暂时 RSI 是淡的 STC 是%K 56%D 下面也跟随 RSI 淡的 三好两个淡只是偏好的 一般的 互助分析指标 DMI 也是利好 如果交通活动还没法失手 MACD 没法发出预光信号 我是怕 SL 出极点低位 这就会变成偏大 看我的指标 那不是指标的 运动升轨 这下低位拉这个 很低 应该就是这下高的机会 不大 如果你说我由这下低位拉上来 这下低位拉上去 再去看低位 我不是按住了吗 这个低位拉上去看这个位 是穿了的 有点危险,穿两次 上个星期三穿一次 上星期四穿一次 上星期五穿上去 今天又穿过 这样的形势 都不一样的 真的不一样 有些是危险的 还有没有支持线可以看呢 可以的 我尝试一下这样 这里一个明显高位 对不对 这里是什么明显高位 对不对 拉来最远的一点 这里 这个 上升轨通道底部 是在险守着的 你不升上去 就算不再跌 打横行 一两个交易都横行而出了 即是令到上升轨通道 上升轨通道底部支持 失守 要小心 好了 我们说完这个之后 一句说完 你升不破 这个68.4号半 短期后市 就向淡机会大 一句说完 就是这样 你升得破 再算 升得破 也 先试试 升得破 我们才 再量度上去 这个形势就一样 一样 这个是什么 破脚穿头 你好 专业怜怜怜 对不对 小心 破脚穿头 你严格来说 这个 也有少少 不是 不过 不是 是少少 黄昏之星 利淡章怜怜的意味 为什麽 你自己看 黄昏之星 利淡章怜怜 是怎样 对一对 有点相似 都是小心 甚至我不同 你计算量度跌幅目标 反而计算量度跌幅目标 前升浪顶 就是在57.9.5 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持位 但是 如果我们由 最近升浪的起点 52.3 对吧 对 51.9 51.9 升到上去 68.4.5 51.9 好了 回落 0.382倍量度跌幅目标 最有可能到的就是62.128 62.128 如果走不到 就除了看前升到顶上 就要看0.5倍 和0.618倍量度跌幅目标 分别是60.175 和58.222 希望不用到太深了 周线图 又要画线 阻力线 阻力线 下跌幅目标 也不要紧 不要浪费 拉最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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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阻力支持 一直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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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标呢 SR 出了极点高位 上星期 68.25 但过不了 暂时 不太快 要看今星期五 下星期五 或者再看一星期五 才决定是否 其他指标是好的 包括上星期 已经发出了 红牛买入信号的MACD 所以指标是123 这一刻是4个好的 4好一口 中期形势是利好向好的 所以用中注持货 单纯考虑的股份 当然 我有很多股份 都可能会表现 投资价值 中线投资价值 会是好的